孙大师 今天我们来找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杨一生 我整个了一个钢琴的声音 很漂亮这里非常漂亮 这个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杨一生同学了 打个招呼 一边拍一边进来 对我们一边拍一边进来的 你在干嘛 在另外一个 哇塞 杨一生不要咬我的鞋 杨一生 不要 我觉得咬你的鞋 杨一生 狂咬 打你了杨一生 快一下 快 救命啊 快 救命啊 很苦恼 欢迎回到爱因斯坦 我是外交 他是姚昆乐 对我们身边这位是 我们身边这位是 我们身边这位是 我们今天的嘉宾 杨一生 杨一生 这个不是应该我们的 对啊 为什么我要自己来 这是我们的嘉宾 杨一生 耶 耶 你是刚刚从那个 极客电音回来出来 对对对 嗯 极客电音也是 为什么会参加这个 其实那时候会觉得 诶 诶 诶 他说是一个制论的比赛 嗯 我就心想 诶 制论的比赛不错耶 嗯 那我就深入的了解了 开始去呃 面试啊 然后去 录歌啊 试音啊 乱七八糟的 然后最终 这整个过程以后 他是跟我说这是一个 虽然是一个电音的节目 嗯 可是他们比较着重的是一个 展示制作人能力的一个节目 所以我又 毫无疑问就过去了 那中间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很麻烦的事情啊 麻烦啊 所有事情都很麻烦 可能他整个节目都不知道 他自己想要什么风格的歌 嗯 然后导致最终 做了很多很多个版本 比如说 抒情的也有 嗯 真的hyper的电音的也有 然后真的是 结合的电音 然后乱七八糟的风格 都有交过给他 嗯 然后最终才 决定要那一首 其实我 你不知道啊 其实当时我有接触导演组 嗯 也有找过 我知道啊 哈哈哈 对 找过我 然后出去 然后我在想 我在想 我就 我又在考虑 你说电音这个东西 我们听的时候 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场合 或者Live House 或者音乐节 对不对 有成 强大的这个低音 嗯 嗯 在我们可以很嗨 要听些好熟一点 嗯 嗯 但不过哪怕是我们听一些 稍微柔一点的电子乐 也是 你要把平淡都听清楚 才能感觉 感觉它完整的一个魅力 对吧 所以电音是 好像 看一场球赛的感觉 如果你在家 躺在床上 看着手机 你看一场球赛 其实对你来说 是没感觉的 可是你到了现场 人家的欢呼声 所有的东西 对 都会带动你整个情绪 电音也一样 你去到了现场 人家在动 哎 你就看到隔壁都在动 你没可能 嗯 这种感觉 对吧 就是这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东西 哈哈哈哈 这是东西 这是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会会 耳骨眼会拍一些 对对对 现场的感染力 对对感染力很重要 刚那天我还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 我说那些摆大歌 我觉得我听起来有一些 你听起来买到什么 对 这个知能质 不然缝执扔 就是 сюжeta 对对对 因为观众接受的 就是 想要简单暴力 直接的 对 所以当年跟我说 摆大 并不是说你是 的音乐上 或是技术上 是摆大 你是商业价值上的摆大 对对对 其实这个价值 我觉得味道会是更高 我的 我觉得摆大 的歌 或者是摆大 DJ 或者是榜单 上面所有 HIT歌的一些作者 嗯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 心律cida 因为 因为怎么说呢,他了解观众 他做出观众想要的 就有时候我们做歌有时候会懵 我到底做歌是给自己听还是给别人听 就是每一个音乐制作人的 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所以你这次叫我们过来是 我想要做给自己听 创新一点,想要 就是做给自己听了 就是做给自己听了 没有,想要做给观众听 让观众了解我们的一种感觉 就是我想把电子跟爵士大师的东西融在一起 融合 对 一直有的观众会问 就是说 他会问说 到底音乐是怎么样一个综合法 或者说他们会问说 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才更适合去融合 其实就好像延伸我上一个问题 就是有很多制作人是故意 做风格给观众听的嘛 因为榜单上面的歌 就观众能接受 其实榜单上面的歌 已经有作为融合了 因为如果是纯安德管的感觉的话 观众根本听不懂 是 对 是要合理的情况下融合 那我在想 比如融合 比如举个例子 A和B 融合我觉得是什么 是 A加B 出了一个AB 它们叫做融合 那我觉得创新的话呢 是把A跟B 都砍掉一半 然后把它们两个合在一起 让它出现了一个 我们没有见过的字 哦 我觉得这种 这种你要创新的融合 而不只是融合 OK 那我们说回到这个 所以说回到你这个 参加比赛的过程中 就 有没有发生过一些 开心或者不愉快的事情 因为他刚排选的时候 是一百多号人 嗯 在同一个 我们叫休息室 那是休息室 它是一条走廊 嗯 然后一个一个房间 一个一个房间 然后有化妆室 对 什么的 然后 我们在休息的时候 其实气氛很好 因为他走廊都不在房间里面的 都出来好像是串客 然后趴在床上 然后一直聊天啊 然后 还有房间的分区域的放客 对 那你喜欢这种风格的 就带着一个男人印象在这里 然后你喜欢的话就进去 哦 嗨嗨嗨 嗨嗨嗨嗨 对 然后你不喜欢听top step 哦我过去隔壁了 哈哈 然后就一下 就很开心 然后不开心的一点就是 人越来越少 那种 看他们一个一个走 对 就那种感觉就是 本身 一个很热闹的走廊 突然之间 哇 越来越冷清 到了最后我们二十多强的时候 走廊没人了 很冷清 嗯 就 一开始还要化妆 还要排队 还要喊 啊 冰凉医生 快点过来化妆 怎么样的快点到你了 嗯 然后 后期没有了这种气氛 就想想就觉得 啊 如果它不是一个比赛 而是只是一个另外一种形式的表演的话 你觉得会不会好一点 呃 是 不过它整一个感觉都要变 如果它不是一个比赛 它只是找十几号的音乐制作人 然后跟大家普及一下这首歌怎么做出来 然后整个制作的过程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目 甚至观众能够非常容易懂这是什么 然后 现在这么多人啊 嗯 其实 我觉得他们安排非常不当的就是 在一百多号人海选的时候 有很多很棒 我觉得真的超级棒的制作人 台都没上 直接刷了 对 因为它不适合节目比赛 对 它不适合比赛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 一个低档节目 导演组肯定有他自己的考量 是 他未必不知道哪些人强哪些人不强 但是 他为了节目的效果 嗯 他必须要去做一些取舍 嗯 对吧 这个也是 因为我们是在音乐人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嗯 那么当然有人也会问 可能有些观众就会问说 那 你做的不就是一档音乐节目吗 但其实 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面也待这么久 嗯 大概已经明白 其实 都是综艺节目 都是为了 为了收视率 还要去做的东西 我就觉得说 他做综艺节目 其实未必一定要比赛 对吧 因为我觉得本身 在音乐圈里面 比赛就是很愚蠢的东西 比如说乐队比赛 要怎么比 啊 他说马上有乐队比赛了 哦 因为以前是有的嘛 以前读书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乐队比赛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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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真的觉得好难比啊 你要怎么比 有些玩摇滚 对吧 一些玩放哭 一个玩流行 或者玩玩朋克 这些要怎么 对吧 比solo更快 还是说比人家 歌写的好听 对吧 有时候真的很 我觉得展示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点 他在节目组的角度上 他是没错的 所有东西都是没错的 如果给我们做节目 我们也得这么做 如果你只是在上面 你的音乐做得再牛逼再棒 你在上面 等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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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又长得不帅哦 其实还好啦 还好啦 然后他观众就会 反过来骂这个节目 你这个是什么人 我又听不懂 然后说还好听 可是他在干嘛 然后就等于那个图片 那个马的那个 永远是满足不了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他在流量的那个的话 他其实比赛的话 他会有争议嘛 有争议的话 他会更加多的关注 很多东西都需要靠安排 因为可能有些冲突啊 可能有些 就未必不是安排的 就谁知道吗 对吧 是的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是为什么会选择一个 泵迪之大病 可能你没看到整个比赛的流程 我们不是有六个房间吗 六个房间他会提示 这个里面房间的sample是什么 然后一号房间是泵迪啦 泵迪之大病 然后第二个是 反正我们最终选到是觉得泵迪之大病 更容易接受 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是 想把土嗨的一些东西 改成一些很潮 很流行的东西 可是这里有一点小差距 就是大老师不喜欢 按照我的理解来说 这个环节是要跟主理人的 合作的关系 那我们做歌的话 当然是要符合主理人的东西 才OK嘛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 必须要考量的事情 而且导演组也要考虑 这边主理人 考虑选手的心情 主理人的心情 考虑节目的效果 他们其实很难做 如果换过来 我们又是跟上文结 但我没可能是现在这个版本 虽然如果大家都觉得 现在这个版本好的话 如果你试一下换一个人 换个主理人 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就是各花路各眼吧 有很多网友觉得很好听 如果你做得太高端的话 他可能觉得不好听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 没有办法 这些有点问题 就是我们在想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到什么土嗨 或者搂歌 或者什么社会 其实有些这些词语 是带有一定的贬义性的 对不对 带有一定贬义性的 其实在我的 主观的 对 但是在我的意思来看 其实音乐没有什么 真正的高低会见 就像我之前也聊过 就是说 比如 你说凤凰前期也好 还是快乐春帝也好 他们的歌曲 他们出来是有意义的 对 他们必须要那么出 他们针对的市场也好 他们的旋律 他们的制作 其实仔细听 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土的东西 所以甚至有的时候 可能大家认为 这个一个歌 土与不土 是因为受众是什么样的人 是 受众是什么样的人 可能如果说 有些人 有一首歌 百分之八十人在听 那百分之二十的人 一定会说 这百分之八十人是土 占大数多数的人 永远会被别人说 是土的那帮人 其实其实 但是其实音乐 是真的没有 所谓的 土与不土 只有在制作的过程中 精良与不精良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 评论的 我们可能会 到时候会有一期 专门来去跟大家 来分享一些 所谓的什么叫土 或者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制作的不精良 这样的一些话题 电音其实真的是 我们主要是听 制作人的一些想法 对音色的一些理解 这个是我们听电音的时候 去观察的一个角度 其实我可以教大家 怎么样去听电音 就是 怎么样分辨好的电音 好的电音就是 你没听过的 就是 感觉 你感觉是在的 会带动你 嗨起来的 可是有很多东西 你是很新鲜的 没听过的 就是一个好电音 就会让人觉得 哇 这样 对 这种反应的 就是老电音 所以说 我们还要给大家 就是来讲解一些 这样的东西 让大家更好地去了解 不同风格的音乐 到时候我们也会带大家 去欣赏一下 爵士乐啊 摇滚乐啊 这样的 摇滚乐 这样子的音乐 我们刚刚说到融合 说到融合 就融合呢 是不是比如说 你现在 在做的一个音乐 你现在也要融合新的 但是其实你在 在做事为人处事上面 你也在进行调整自己 融合一些新的知识 和新的观念 那当然了 其实好像 我是学音乐的 然后我突然接触了一个 学设计的朋友 然后你就会心想 音乐跟设计结合起来 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好像 不单只是从视觉上面去弥补 还可以让人更加了解 你的音乐 到底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出现MV 这样的东西 因为是让观众 更加的了解这首歌 如果一首歌里面 大家没看到MV 听的是一种感觉 看了MV 也是另外一种感觉 这就是融合的一个魅力 这种变通的思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真的所谓说的 先融合 最后突破成一个床情的音乐 对吧 好 那我们今天 聊就聊到这里 然后下一步就是 MV 你说的那个 现在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的音乐 就融合 就好像你刚刚说的那个FC的话 你如果过不了关 你就要不断地过 可是我不是这种人 我过不了 我就找人帮我 所以 接下来这首歌 我绝世我弹不了 所以我就这样 生大师帮我弄 原是个目的 好吧 那我们就开开开 开开开 走 耶 OK 你这是干嘛去试试 切片 哦 切片 这样子 哦 原来是这样子做出来的 嗯 就是敲几电嘛 敲几电 一边做一边混 因为它中间太多东西 是靠混音手段来 来达到效果 对 还有一个 你给音色啊 你给音色我啊 好 哈哈哈哈 哇 啊 啊 我丢啊 这是我们乐队的我们团队的鼓手 REAL RE 你叫RE料嗎? 對 RE料 我等徐珍珍 然後他要錄一個自己的奧述版本 奧述是什麼意思 不是大電版本 嘿 珍珍 嘿 你好 徐珍珍 嘿 你好 徐珍珍 嘿 你好 徐珍珍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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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開個loop 然後你先錄著 我找個感覺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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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个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 你敢讲 其实单音就够了 就好了 是第一拍空是吧 对 它是这种 这个也好听耶 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fusion的感觉 对 试一下 你录了 对 好听 大家听一下我们的爵士电音 好 哦 我的鞋 啊哈 这边就下边fusion了 就一段要这个 要再fusion 你们要录了吗 你们怎么录的啊 那我们过去隔壁坐 我们是比较多的 我们是比较多的 这个我要练一练 这个我要练一练 这个好难 这个是应该是 就差不多爵士solo里面 最难的一种 就是拿口子去弹旋律 它边配不能错音哦 说完这里就得 一下子就弹出来了 我们可以 可以 可以 不 唱了一个音 可以改 可以补吗 可以 准备啊 好 好 等一下 其他部右 知道有没有 好 结尾了 你靠近那几个bip好不好 哈哈 哈哈哈哈 对吗 你靠近那几个bip 雪里很新年啊 对啊我们看就想这个新年是吧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也谈同样的这个也谈同样的 这个也谈同样的 这个也谈同样的 你复制一下好不好 不好 哈哈哈哈 好我复制 我复制 我复制 好烦 哈哈哈哈哈哈 他们录完了 嗯 我们在 现在真正在混 他的 他的当你走了的不插电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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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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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